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姜茜茜 可以直接过澳门的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一个中普商贸广场 8秒钟通关 一地两检 那我们现在先进去看什么情况 Go 那我们今天邀请孟先生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三分和三分位先 好 这边请 我们看这里 这个红色是我们项目中普商贸广场 这里是恒星口岸 恒星口岸距离我们项目大概是190多米距离 不到200米距离 我们中普商贸广场是恒星口岸一线富裕区 唯一在售的一个项目 我们项目建立的三轨的交界处 广州城轨 珠基城轨和澳门青轨 一个三轨交界处 广州城轨是通往广州南站 预计一小时40分钟 珠基城轨是大延长线 过去通往金湾机场 现在已经开通到长龙海洋王国 澳门青轨是去年3月份再见的 预计2025年左右完工 完工以后直接通往到澳门的档载 我们项目是由地下富三层和地上35层赌城 地下富二层和富三层是有505个停车位 富二层跟口岸的地下是相连的 富一层到五层是我们支持的 2.3万平方一个商业自由房 这一部分是不对外出售的 五楼以上是绿化率30%以上 一个空中花园 它是存绿化没有任何商业显示的 我们项目的三楼跟口岸之间 会有个连廊 过去也会相通的 这也是其他项目不具备一个优势 项目的七到十一楼 是我们项目小面积单位 接着面积是58平到63平 它是精装修 明年6月份焦楼 单价是38起价 12楼到25楼 是我们项目的大面积产品 这部分是毛皮焦楼 我们7月份已经焦楼了 这部分属于说县房 建筑面积是148平到266平 层高的是4.9米 单价是33起价 26楼到35楼 是我们项目跟西日顿品牌 起家酒店签约的 这也是整个口岸一线服务区 唯一带有幸运酒店配套的一个项目 26楼是个高端会议室 和健身会所 27层是个全日餐厅 它是24小时营业 服务于口岸 因为口岸也是24小时的通关 顶楼配一个 无边的天际泳池和一个天际酒吧 它可以俯瞰整个恒秦和澳门 项目的南侧是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今年3月份 在这一侧建了一个桥 以往澳门大学 要过到我们恒秦这边 它要通过豪江 返回到澳门荡载 再绕一圈再过来 是非常不便捷的 这个桥开通以后 它直接可以通到恒秦口岸 过关是非常便捷的 我们东侧过了好几年 就是澳门了 直观澳门 它的视野也是非常开阔的 项目整体 现在它的位置 东西侧是我们的立军广场 是居民区 北侧这是恒秦口岸 所以说项目的地理位置 是非常优越的 我想问一下 那个物业费是多少的 物业费是7块5 是我们的万科物业 那几梯几户呢 我们小面积7到11层呢 是有10T38户 大面积呢 是有7T12户 这部分产品 我们已经是县房了 是12间 12户是每一间 都在独立的卫生间的 这也是整个恒秦来说 只有我们项目 有156套这种产品 那我想问一下 它那个地下停车位呢 是怎么收备呢 地下停车位 我们是现在对外出售的 因为现在呢 还没有对外出售 如果我们出售的话 是先以业主优先 匹配的话 大概是1到1.5的匹配率 是完全够用的 它那个 真的是那个人房车呢 还是那个产权车位呢 我们一部分是有产权的 一部分是联合车位 对 明白 那我们现在去一门间看一下 好 我们去一门间 这边请 那现在来到同楼层的2501 这个就是分一个子母门的 那也是一个无匹交付 那这个就是一个单边位为置 那它266平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景观呢 都是非常之好 是的 那像这里的话 那它有两支门的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有个门 那边有个门 所以它也比较方便 看看这里先 那看自己想怎么设计 这个写字楼 如果自己喜欢的话 就是自己隔开 做一下办公 都可以的 那像这里呢 那这里也是 只剩下一个茶水间 和洗手的地方 对 像今天 今天珠海也有上了一点点 天哪不是很好 但是呢 它的彩光呢 都是非常之OK的 是的 那看回这里了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都是横琴的一个住宅 啊 华庸琴海湾 和右边那个 都是龙光的 所以它这边的 价钱呢 都是去到 五万多 六万元 一方啊 那像 前面呢 那里呢 还有一个网红打卡点 啊 例像广场 那晚上呢 那那些灯光啊 非常之正啊 如果大家想看一下夜景的话 但是又没有时间过来 可以 在抖音上 或者小童书上 可以珍赏一下 到时候有时间 才再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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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看一下 前面呢 那前面 啊 那是一个啊 都是一个住宅的 和商业 所以说 啊 未来呢 黄琴呢 是发展 非常之OK的 那你看前面 前面都在建 都不会说 啊 说已经是员工的 所以说 这边的配套啊 其实都是非常之方便 而且都有什么 啊 减少政策啊 和其他 那么像这里的写字楼啊 这个啊 中库这边 都可以享受到 黄琴这边的政策啊 那 那跟大家欣赏一下景观先 是啊 那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在 啊 可以私聊一下我们啊 玩一下班 中圈啊 找回我们 都OK 是啊 看看吧 看景都OK的 是啊 非常之正 那平时在 在这个位置 看着 这种景观 上班 都是非常之舒服 非常之 蛇意的 那 至前面那里 都是一个 华法中心 那个盆 所以说 啊 珠海呢 华法是 珠海龙头 那 横琴 基本上 住宅 都是横琴的多 是啊 那这个样板间 就到这里 那我们现在上到25楼 一个2502的 180平的写字楼 我们可以看回 一进来呢 到时候它的交付标准 都是一个布皮交付的 那这个层高呢 是4米9 那这个 政府说了 都是自可以做一层 我说是做幅式的 那我们过来看看这边 啊 啊 这个位置先 那这边啦 那这边到时候 到时候都是整个 一个 啊 茶水间啊 那些情况 或者整个洗头间 应该是 洗头间应该在外面 那我们过来看看景观先 那现在这个 啊 阳晚间啦 都是比较方正的 那之前边啦 就是我们的 澳门大学 这个澳门大学呢 比澳门那边的 大学呢 会大很多 那左手边啦 左手边就是澳门啦 那现在 景观 都去看看 那澳门现在 啊 经济也不是很好 因为疫情 那像前面啦 横琴新家园的 现在的租金回报率呢 三房去到 啊 五千多左右 所以它的租金 横琴租金 都是比较可观的 那下面呢 有个美食广场啦 那像这里 啊 平时的食饭啊 啊 啊 横琴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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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想吃其他的 啊 啊 美食啊 火啊 和其他的 可以去这个美食广场 那么它的价钱呢 都是比较 適中的 那像前面啦 上面啦 上面就是横琴 横琴山 那它也有一个 啊 可以上下下下 都可以的 如果不喜欢爬山啊 但是又想去感受一下 上面的景观的话 可以坐一个纜车都可以啦 那 再看一下前面那里 前面那里就是有 啊 都是横琴啦 横琴的天木河 和这个湖 都在这里 所以前这里的景 无论景观啊 和下面的交通啊 啊 啊 一下去呢 一落到楼下 它就是有啊 轻轨站啦 和巴士站都有 所以说 钱就无论食啊 住啊 办公啊 其实不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这个样板间就到这里先 那我们刚才都看了两个样板间啦 一百六八十平 和二百六十六平的 写字楼 那它的交付标准呢 就是无比交付的 那那个公寓呢 是现在看不到的 那它都是五十八到六十三平的 那它的价钱呢 是三万八起 但是呢 啊 这个东普商务广场呢 那 那无论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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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住宅在这里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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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那一條路的服務 感謝我們出口的支持 我們終結會繼續秉承我們的極致服務 助大家又是關注生活的